大家好 现在八月份呢 这个时候呢 还是处于一个高温高湿的生长环境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期养护兰花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在两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你的这个兰花呢 杀菌杀虫 那么是哪两种情况呢 首先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在浇水之后 一定要及时的给你的这个兰花杀菌杀虫了 因为像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 如果我们再来给你的这个兰花浇水 那么盆土是特别潮湿的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滋生病虫害 而且特别容易导致的兰花出现凉腐的现象 所以这个时候杀菌防虫工作的大家一定不能够少 我们在浇水第二天就要马上给你的这个兰花呀 吞洒杀菌杀虫药了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在下雨过后 一般下雨过后了这个时候 湿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是病虫害加速繁衍的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杀菌防虫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的话会滋生大量的病虫害 影响你的兰花生长 杀菌药了有很多种 比如带生抹心多菌磷 甲肌牛菌磷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一定要选择在半晚凉爽的时候来进行喷洒 杀虫药的话也有非常多种 但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给它在 盆土里面的撒上一勺小白药就可以了 这是种非常好用的颗粒型的杀虫剂 所以在高温高湿这种天气环境下 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下一定要马上给你的兰花了 杀菌杀虫 然后杀菌杀虫之后 第二天建议大家一定要喷死一次回水 避免产生这个要害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